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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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PG2 就黃奇富方 用在癌陰性疲憊治療 我是張華君 叫YUNA 黃文大醫師 台灣十大癌症 裡面其實翻譯說 癌陰性疲憊一直在排名前幾名 我們大概在 201110年 2021年 大概有16000多名 癌陰性疲憊 事實上 在我們女性癌症 來講是排名第一 所以說這個疾病事實上是一個 希望我們特別注意的疾病 發生率是在女性排名第一 死亡率是在女性排名第一 不是啦 代表說這個疾病我們如果早期診療 早期治療的話 它其實還是有很好的治療空間 那這次目前在品質症裡面 其實真的講就是說 除了癌症的治療之外 我們需要注意一些患者 身心靈全能的一些照顧 特別是在一些比較 後期的一些患者裡面 對 我們真的要定義就是說 什麼叫晚期乳白的定義就是說 癌症出現遠端轉移 復發或是局部晚期 能在接受 目的為延長生命的癌症治療 那這群病人事實上 就是說我們需要特別的照顧之外 我們除了一些 乳白藥物的照顧 我們可能在一些身心靈的照顧 以及一些患者癌疲備 或是一些其他輔助方面治療 我們需要付出比較多的一些 照顧的經驗 那 積極的話 醫療能夠幫助癌症病人 活得更久更好遠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有些分量組病人 一組是說 只有照一般癌症的治療 另外組病人就是說 我們比較早就開始介入 給他安寧方面的治療 發現說 有比較早介入安寧治療 這些病人 他的存活時間會比較長久一點 所以我們盡早 能夠給病人更多的照顧 會比只有單獨癌症治療 這就是他周圍來的影響 那 什麼叫做 疲憊 疲憊事實上在輔助性治療 特別打化老之後 常常會出現 那 這是出現的一些頻率的時間 就是說 我們在治療之前 病人可能 這是基準點 那最常見 容易出現 疲憊最高 就是說 治療四次之後 一般我們化老大概 四到六次的一個化療 對 你會發現說 一般六到八次的化療 打第四次之後 可能會產生 最容易有產生 病患有疲憊的情況 對 那等治療全部結束完之後 他疲憊還會回味道 比較好的情況 但是還是比原本 基準值得來高 那我們就需要去注意患者 疲憊的問題 其實這樣很多病人回來悶診 都可以講說 他有疲憊 或是說 他比較不舒服 我們跟病人講說 可能讓他多休息 但事實上 這個疲憊的 我發現說 在打化療 打第四次之後 事實上是最疲憊的一個情況 我們總要多關心 這些在治療中的病人 那這是那個 使用不同的化療的病人的 產生疲憊的幾點 關於說 在乳癌患者裡面 在輔助性治療 疲憊是蠻容易產生的症狀 不管是比較輕度 或是中重度的一些疲憊 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那這是目前來講 除了就是說 病人產生四周運血的低下 肌肉疼痛 或是噁心骨度之外 那疲憊是我們需要關心的 病人的一個症狀 那即使以目前 到了標靶治療年代 像這個TDAD 就是那個Yohed 跟這個赫癌年代 用來治療乳排 我們大家認為你說這種 標靶治療、治療乳排 理論上負重應該蠻低的 噁心、嘔吐、掉落法 其實都比較 沒有像以前那麼多 但事實上可能發生說 以這類型重 標靶治療來講 它事實上 導彈血的標靶治療 它還是有帶有 試乘病人會有 疲憊的情況 甚至大於Grade 3 就是說 比較嚴重疲憊的情況 還是要百分之五 需要我們特別去注意說 事實上這個 其實到標靶治療年代 疲憊還是我們需要特別注意 患者有一些症狀的 那這個疲憊 事實上跟患者治療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你治療的次數 如果說你今天只有單獨開刀 變成疲憊的比例可能沒那麼高 如果說你今天又有做開刀 又有做化療 它產生疲憊的機率就會增加 如果說你今天又有開刀 又有做化療 做電療 又有做荷膜治療 那產生癌性疲憊的機率 就會明顯增加很多了 那這是目前就是說 病人在治療當中 或是說他已經治療完 在追蹤過程中 產生疲憊的比例 中重度產生疲憊的比例 從四成到三成左右 代表說這個比例的病人 事實上不少 就是說我們需要注意 病人有產生疲憊的一些情況 大概在一般 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病人中重度比例會有四成 如果在治療完之後 在追蹤過程中 可能三成病人會有 這種疲憊的情形 那以前 讓化療病人會覺得 比較困擾的地方 以前可能 噁心、嘔吐的藥 沒那麼理想 病人比較容易造成一些 嘔吐、噁心 跟頭髮 頭髮的情況 到1995年之後 這種噁心、嘔吐的藥比較好 病人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吐 但是可能會有噁心的情況 還會掉頭髮 第三個才是嘔吐 到2000年之後 這種化療的一些技術 還有一些抗化的藥物的 一些輔助的治療改善 目前來講 病人比較不... 宿療病 排名地病 是疲倦的 之後是 嘔吐 以及睡眉方面的障礙 所以目前來講 如果讓 治療病人這種 噁心、嘔吐 其實不是說 像破訓那麼嚴重 現在可能是說 如果治療病人這種 疲憊 才是我們目前可能會遇到 比較急所問題